哈喽大家好 爱的迫降大结局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男主宣斌就已经确认出演新电影《交涉》 这次他的搭档从孙玉珍换成了黄正明 而电影的导演也是曾指导过 我人生最辉煌瞬间的林顺礼 宣斌的资源似乎也是越来越好 不过有网友却在片方公布了电影的大致剧情之后 直指《交涉》与《战狼2》的设定有极大的相似之处 从官方给出的信息来看 电影《交涉》讲述的是关于跨国营救人质的故事 故事的背景发生在国外 宣斌和黄正明需要远赴异国 营救被绑架的韩国人质 看到这里 交涉的确与《战狼2》的故事设定有雷同之处 不少网友都表示 如果交涉真的是韩国版的战狼 那么宣斌也是很难获得所有人的认可 尽管宣斌的硬汉形象深入人心 但他如果想要与从小习武的功夫明星无精相较 还是很难有胜算 如果交涉只是换汤不换药 想要将自己打造成韩国版的战狼 是不是会招致扣病 不过也有粉丝表示 异国营救人质的设定不是战狼二独创的 类似的影片也有很多 不能单凭这一点就得出结论 此外 既然片名为交涉 所以具体的内容还是要以谈判为主 目前电影还在筹备阶段 还是不要这么早下决论为好 交涉是否是韩国版战狼 我们不得而知 但能够让宣斌在爱的迫降之后火速进驻 想必交涉的剧本也是有很强的吸引力 据宣斌方面透露 这次他将在电影中展现与众不同的演技 所以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要说宣斌刚出道的时候 就凭借着超高的颜值 以及完美的身材 迅速站稳脚跟 并且在出演了一系列的热门韩剧之后 奠定了自己在韩国娱乐圈中的地位 不过近年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 宣斌的人气也是受到一定的影响 并且在积极尝试转型 宣斌在转战电影领域之后 虽然也推出了不错的作品 却也很难复制年轻时的盛况 他主演的电影大多口碑上家 但票房却没有太多惊喜 而在爱的迫降上线之后 他的人气却明显有所回升 爱的迫降及演员本人的相关话题 更是多次冲上热搜 宣斌的商业价值 也随之提升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不少粉丝都希望 宣斌可以保持优势 继续在电视剧领域发光发热 但宣斌却选择再度回归电影市场 这样的决定 难免会让大家感到诧异 不过 从计刺宣斌选择出演明导的作品 并且以影帝王正明合作的做法来看 他似乎还是对自己有不同的定位 如今宣斌已经37岁 早已过了偶像演员巅峰时期 虽然他的颜值依旧能打 演技也是比年轻演员们更加成熟 但宣斌似乎并不想要止步于此 所以即便爱的迫降令他的人气水涨船高 但他还是想要放眼更远的未来 而由于宣斌的加盟 交涉还没有正式开拍就已获得不小的热度 这也对粉丝们对电影的票房有了更多的期待 如果宣斌能够将自己的人气转化为票房 那么他未来势必会有更好的发展 不过电影市场与电视剧市场还是有着明显的区别 想要依靠粉丝经济来达到盈利目的的 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如果宣斌想要再度拓宽自己的西路 还是需要拿出足够优秀的作品 并且让大家看到他的进步才好 希望宣斌能够不负众望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也期待电影能早日上线 宣斌在爱的迫降剧中后 没有特别的休息时间 正在为下一部作品交涉做准备 据悉宣斌正在与导演一起参加剧本会议等日程 为构筑片中角色而忙碌着 目前交涉即将进行海外外景拍摄 宣斌将通过这部作品 展现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演技 交涉是已在中东发生的韩国人 被绑架事件为素材 讲述营救被绑架者的故事 宣斌和黄正明的新鲜组合 在开拍之前就引发了大众期待 交涉将在今年上半年播出 通过前作电视剧爱的迫降 名不虚传的爱情之王 俘获国内外女性芳心的宣斌 将通过大营萍掀起热潮 延续了人气 交涉是已在中东发生的韩人 被绑架事件为素材 讲述营救被绑架者的故事 由我在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小森林的导演 您顺理指导 中东的另类背景和选宾 黄正明的新鲜角色组合 在开拍前就备受期待 经济公司方面表示 交涉将即间进行海外拍摄 宣斌将通过这部作品 展现已知前不同的精湛演技 嘱咐大家期待 宣斌在电视剧剧中后 没有特别的休息时间 正在为下一部作品做好准备 与林顺理导演一起参加剧本会议等日程 为构建剧中角色而找尽脑汁 通过爱的迫降 证明了浪漫喜剧之王 名声的炫兵 在银屏上又将如何吸收大众备受关注 改变2007年在阿富汗发生的韩国人 被绑架事件 讲述了为营救被恐怖分子绑架的23名韩人 而孤注一掷的男人和帮助他的助手之间的故事 炫兵将在片中饰演不惜生命 去拯救人质的国情院要员 黄正明则饰演外交部企划调整式市长 两位实力派演员的新鲜选角组合 在开拍之前就引发了大众期待 继续炫兵正在与导演一起参加剧本会议等日程 为构筑片中角色而忙碌着 目前交涉即将进行海外外景拍摄 炫兵的经纪公司透露 炫兵在为剧中饰演的人物塑造角色 而竭尽全力进行准备 将通过这部作品展现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演技 虽然炫兵在知名的几部作品 像是我叫金三顺 秘密花园 以及近期爆红的爱的迫降等 都是以深情帅气的爱情剧男神形象 俘获了大批粉丝的心 但其实炫兵也出演过不少动作电影 展现出超面的另一种魅力 这次在电影交涉中饰演国情局要员 预计会有不少动作场面 让粉丝都相当期待 希望能赶快看到这部作品啊